针对近来民众与议会关心的治安与交通各项问题 基隆市警察局召开专案会议 由市长谢果良亲自主持 由于市长公务繁忙 因此特别抽空定在中午12点进行 会议一开始 市长谢果良就提醒大家先吃便当一边开会 针对交通跟治安议题逐条讨论执行方案 也结合市府相关单位一起来研讨 针对于监据达人等等 我们跟警察局张局长及很多干部 我们也想针对议会所关心警政很多问题 我们也想积极地探讨 并且对议会的关注做出正面的回应 那当然警察局在这段时间真的非常努力辛苦 所以我们在现在在街道上看到无家者变少了 然后我们也看到现在大家基本上都会离让 反而是现在行人如果不守交通规矩 造成的伤亡 那行人其实一方面来说他也是负担 但是也造成了城市的一些相关的 整个作业上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会针对这几个议题好好来讨论 那我们肯定张局长跟我们的警察团队在这阵子以来的努力 所以他们的辛劳跟他们的这种繁重加急 我们要去思考如何解决 这个也在今天讨论的议题当中 有建于我们的市民离让行人的越来越多 守法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过去每一天这种稽查是20班勤务 我们从6月5号改为10班勤务 不过我们会做滚动式的检讨 那第二个就是噪音 以及这个改装车的问题 也感谢议会 郭美秀议员他提拨60万的这个建议款 给环保局买一个取缔噪音改装车的机器 然后委托警察局来执行 那由于警察局是24小时全天候 他的人力他的机动性 都可以很快速的到达 有噪音的地方 应该可以对这些 有噪音跟改装车的这些分子 可以给他一个当头的棒喝 因为我们有机器 只要一测超过那个分配标准 我们就马上开单 那再来也感谢市长议长的支持 因为我们基隆被新北市台北市桃源夹在中间 那他们都是直辖市 他们的远景一个月多了8千多块的环中加急 那可是基隆的远景 一样做同样的工作 一样那么辛苦 但是没有 那这一部分也感谢市长跟议长给我们的支持 不过因为这个权责是在行政院 我们还要在努力的争取 那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宏信的酗酒的精神 有一点异常的人 因为现在感谢卫生局我们已经送到某某医院在戒酒治疗中 不过可能6月20号他就会回来 届时如果没有改善 可能我们的勤务还要再加强 防患他这个治伤或者是伤人 透过这场专案会议 警察局结合市府各单位的力量与资源 希望一起让基隆的治安和交通更好 打造基隆成为有碍的城市 让市民安居乐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